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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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城半导体则上涨了9.66点 刷盘指数是2816.27点 涨幅0.37% 同样的也是在创历史新高 好 所以你看到美国股市除了道琼呢 还没有突破前一阵子的高点之外呢 那么这个剩下的标普啦 那萨克啦 费城半导体啦 都是在创历史新高 不过五大科技公司呢 还是涨跌互建的 苹果上涨了0.51% 脸书下跌了0.76% 而Alphabet下跌了0.31% 那么亚马逊上涨了0.61% 微软上涨了0.8% 在台股的ADR当中呢 那么跌多涨少 台积电呢 下跌了0.7% 从历史高点呢 滑落 而日月光呢 下跌了0.18% 联电下跌了3.1% 联电呢 昨天所公布的营收 显然是不如预期 所以你看到 在这个联电的ADR 在美国市场当中呢 已经出现了一些卖压 而中华电信呢 则小涨了0.1% 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 则是小涨小跌的 那么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6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5.60美元 跌幅0.35% 北海布兰特原油小涨了5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8.84美元 涨幅0.1% 至于在黄豆的部分呢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12.75美分 每普社是1145.75美分 黄金的部分呢 则是连续性的上涨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二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 上涨了8.9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874.90美元 涨幅0.48% 好 这是连续性的上涨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元指数呢 则是在两年半相对的低点当中呢 是在整理的 那么尾盘的时候呢 小涨了0.1个百分点 来到90.95 那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是涨跌互建 而且都小涨小跌啊 英国金融事报白总股价指数小涨了3点 涨幅0.05%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小跌了12点 跌幅0.23%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小涨了7点 涨幅0.06%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么首先呢 是美国的纾困案呢 现在也还在继续的僵持当中 美国的参议院的领袖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呢 麦康纳尔他建议呢 不要采取9080亿美元的纾困法案 而采取一个相对比较折中版本的一个法案 不过呢 民主党很快的就表达了反对 所以呢 现在究竟能不能够在假期之前 也就是这个耶旦节假期之前呢 通过现在当然是有一些些变数 不过一般还是认为通过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好 另外在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呢 又出现了一个变数 那现在呢 是川普阵营呢 那么开始出奇招 那么直接呢 由德州的总检察长 直接呢 向美国的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呢 包括了滨州 乔治亚州 密西根州 还有威斯康辛州呢 这些摇摆州的州政府违宪 那么这个由一个州的检察长 然后去向最高法院直接控诉另外的四个州 他们违宪 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过去美国历史上面呢 不曾出现过 所以呢 能不能够立案 然后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选举 其实现在当然有一点变数 不过因为这个在美国历史上面 不曾出现过 可能是这个川普阵营当中的 诉讼案当中的奇招了 好 我们现在只能够用奇招来看待它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就是疫苗 疫苗其实关系非常的这个密切 那么先看英国的部分 英国呢 正式的开打美国药厂辉瑞 跟德国生技公司BioNTech呢 一起合作的这个新冠疫苗 昨天呢 开打一位91岁的英国的女性阿嬷 那么基南呢 她在英格兰的考文锤大学医院呢 接种辉瑞疫苗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施打疫苗的第一人 那么不过呢 现在英国有一个状况是呢 他们所取得的 不管是辉瑞的疫苗 或者是呢 Extragenica呢 它的这个疫苗 看起来数量都会减少 因为他们都牵涉到了原物料啦 还有制成啦 取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所以呢 包括了辉瑞的疫苗 它今年可能最多只能够取得 400万剂 而这个Extrazenica的这一个疫苗 大概也只能拿到400万剂 不过明年第一剂啊 那就一个月之后呢 应该情势就会好转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的部分啊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呢 预计礼拜四就会审核辉瑞疫苗 是否可以取得紧急使用授权 而在礼拜二的时候呢 负责新冠疫苗安全审查的专家小组呢 那么他们分析认为 这个疫苗的有效性跟安全性 都符合紧急使用授权的成功的这个标准 所以现在一般认为 礼拜四美国FDA呢 通过辉瑞疫苗紧急使用的授权呢 几率是非常非常高 近乎百分之百了 那么比尔盖茨呢 他也对于这个疫苗的进展呢 非常的乐观 他认为明年的第一剂 估计就会有六款疫苗 可以公施打 这个是比尔盖茨 他现在想要致力于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公平分配 给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 因为比尔盖茨 他其实在疫苗啊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穷国的医疗上面 其实已经投入相当多大的基金会啊 是一个非常熟悉这一些领域的一个基金会 所以他的这个说话的分量 其实是相当高的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自动驾驶车电动车 自动驾驶车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趋势 但投入的公司非常的多 那么不见得每一家都能成功 像我们看到Uber 他宣布出售他的自动驾驶车的部门 然后给这一个新创公司 那这也显示出呢 那这也显示出呢 Uber对于他的自驾车的发展呢 似乎觉得恐怕没有太大的竞争力 那要重新回到他的核心业务 也就是呢 这一个餐饮的这一个这个轿车啦 还有这个餐饮的外送啊 那么这一些服务 另外我们来看到中美之间呢 那么昨天呢 有一个闭门的视讯会议啊 这是由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跟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 就美国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举行视讯会议 那么王毅呢 在视讯会议当中呢 人就强调会继续的履行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向美国采购 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呢 也对于这项采购到目前为止 是满意的 虽然其实他的进度是明显落后的 不管是在总量 或者在农产品 或者是在一般商品的采购量 都只有预计数量的 大概是六成左右啊 那么可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 美方人就表达了他们的满意 不过这里面呢 这一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他是在美国当中相对比较亲近 中国大陆的一个行业的这个单位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入股的部分 昨天呢 是在平盘震荡 最后呢 是小跌小涨的 上证中和指数 小跌了6点 跌幅0.19% 深圳城市 小涨了0.41点 那就是平盘 而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继续下跌 下跌了202点 跌幅0.76% 好 那回到台湾的部分呢 台股昨天在亚洲股市啊 其实表现的是最强劲的 那么继续呢 上涨了103点 收盘指数 14,360点 涨幅0.73% 再创历史新高 那么成交量呢 适度的萎缩了 那么来到了2797亿元 而且昨天是开低走高 所以呢 这个红K棒呢 非常的扎实 而OTC呢 也是上涨了1.58点 涨幅0.88% 成交金额是720亿元 三大法人呢 都是站在买超的 外资呢 再继续的从前一天 前一个交易的小幅卖超 转回买超 41亿 最值得注意的是投信 投信呢 一口气买超 25亿元 投信很少 买超这么大的金额 好 所以投信买超 25亿元 而这个自营商的部分呢 则是小幅卖超了 8.95亿元 这里面呢 主要领军的是台积电 跟联电啊 还有鸿海 那么台积电的市值呢 也因此要升为全球的第九大 那么总市值达到了5517亿美元 那么距离第八名的Tesla的6083亿呢 其实只有一小步了 那么另外呢 昨天呢 联电公布了11月份的营收 就很意外的 比前一个月下滑了3.6% 引发了市场的一些关注啊 那联电的说法是说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11月比10月少了一个工作日 所以呢 刚好就少了差不多3%的产能 那如果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 仍旧是成长了6% 而且呢 1到11月联电的营收呢 仍旧是创了历年同期的新高 所以呢 对于今年的第四季 以及明年的第一季 仍旧表达了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气候变迁 好 那么这个呢 是由 这个 这个 2021年气候变迁 绩效指标 这个呢 是德国所建立的一项 这个指标啊 这个呢 在他会评比 愿意接受评比的61个国家地区啊 然后来评比他们在过去这一年的这个气候变迁上面的所做的一些努力 结果呢 在61个国家当中呢 台湾排名第57名 就倒数第5名 那么到我们从倒数的过来 倒数第一名的其实就是美国 那倒数第二名的呢 就是加拿大 倒数第三名的是伊朗 倒数第四名的是沙奥地阿拉伯 那我们是倒数第5名啊 那至于在排名的这个前前三名的部分呢 是从缺 从第4名开始排起 第4名呢 是英国 第4名是瑞典 第5名是英国 第6名是丹麦 那么那至于说台湾呢 排名倒数第5 那么我们比4个国家强 这四个国家呢 请注意 他们都是能源生产国 美国也有这个原油的生产 而这个加拿大也有 然后沙奥地阿拉伯跟这个伊朗 其实都是原油的生产国 所以我们的这个绩效表现呢 只比这一些原油生产国要来得好 这一点其实可以显现出来 我们其实在这个气候变迁上面的 努力很明显的不够 那环保署的解释是说 是因为呢 这个指标呢 它是用人均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呢 作为标准 所以呢台湾就很吃亏 这这这什么什么道理啊 当然是用人均比较合理啊 否则的话台湾人口那么少 我们排放了这样子的数量的这一个 这个温室气体 然后你要去跟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 去比吗 用人均其实说起来 它真的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好那么另外呢 不过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公司表现是比较好的 碳揭露平台 CDP呢 他们公布的这一个313家 愿意揭露他们对环境努力的这一些企业的一个评比 我们有9家呢 列为A级 这9家里头呢 包括了台湾大哥大台达电 南亚科 台湾塑胶 富邦金控 元大金控 第一金控 台新金控 跟日月光 我其实很意外的是 台塑其实都在于A咖 表现甚至于比台积电还要来得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 欢迎